关于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不良的风水格局 容易让我们做事情吃力不讨好 所以容易让我们做事情 吃力不讨好的一个不良风水格局 我们一般都是从室外格局 看一切的环境的能量 以及在室内的动线来分 第一个我们看的是室外的格局 一般的常常会碰到 尤其在都市里面常会有的 宰屋的前方有刀剑煞鈴粒 什么叫刀剑煞鈴 这一栋房子当中你看 一个粒的招牌 两个粒的招牌 三个粒招 我们在论房子的时候 前面就是我的前途 我的事业 我对外的一切 我对外一切交际的状况 有两把刀的粒在这个地方 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非常用心 非常积极 非常的敬业 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 绝对不会受到称赞 只有受到别人对你的变 所以只有贬你 不会赞美你 他如果只有走 又刚好在房子起了 没有问题 反而能够变成 他两边有权力权威出来 但是他中间加了这个之后 本个三个本来是好的事 变一个多出来又变坏事 这个本来一个人要砍你 变三个人一起来砍你 所以就为了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说刀剑煞鈴笠的房子 你要特别小心 有很多人问说 大师那我要怎么办 当我住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跟楼下可以商量说 中间这一个招牌拿掉 那就没事 左右刚好跟房子平起 那就没事 但当他不能拿掉 我管你 我住我家 我的权力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建议说 在你的家里面 我们都常建议说 在你的家里面 可以在整排的前面 放什么 水晶 租连 用水晶租连 用水晶铺陈当中 水晶可以用缓射 能量一进来以后 它会排斥掉 或者如果你房子 不是正东西南北的方向 可以用什么 在前面 在对着这一个招牌的里面 那位置可以摆个水晶 养个鱼缸 但是如果你的家是 刚好正东西南北的房子 那就不能用水晶了 要特别注意 不然你如果住在这种房子 你再怎么样努力 在这种打拼 一定是吃力不讨好 第二个我们在 窄屋的门路 动线双串通 你们看这种房子 这里是不是有个门 这是厕所 房间门 厕所这边又 你看这有光线 就里面还有一个门 通到厕所里面 等于说这个房子要进到 你的房间可以从这个门进去 又可以从厕所这边进去 以前有 我有住过 那这种气是双串通的 这双串通我们在门叫什么 嘴巴 嘴巴就代表口角 所以口角是非就多 所以当我住到这种房子当中 你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用心经营 这个外面的人相处 或者说经营我们家人 常常在室内都会影响这一家人绝对不和谐 这家人就每天在攻击 互相攻击互相逗来逗去的 怎么改变 我这里面主卧不要当主卧 委屈里面住的房子 住在这个房间的人 上厕所走出来门外再上 不要为了贪 晚上我上海不要门开了就进去厕所 不愿意开大房间门 你开了房间门再进来 从房间围掉以后 单一的 所以厕所要单一门 所以这时候会做什么事都吃力不淘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说 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洞线 绝对门不要双串流 不要三角门 如果三角门对在一个三角位置 钢丸门就是品质 这种气场都是火角之门 所以火角之门就会带给 我们在外面再怎么做什么事 都会有吃力不淘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